墨眉,圆,王勉 我家喜宴池头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花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墨眉,圆,王勉 我家喜宴池头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花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墨眉,一文 我家喜宴池边有一棵梅树 朵朵开放的梅花 都像是用淡淡的墨汁 点染而成 它不需要别人夸奖 颜色多么好看 只是要将清香之气 弥漫在天地之间 这是一首提画诗 诗人赞美莫为 不求人花 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 实际上是借美自愈 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以及不像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这首诗题为墨眉 意在数字 诗人将画格 诗格 人格 有机的融为一体 字面上在赞绿文化 实际上是赞赏自己的 立身之德 在这首诗中 一旦一买 尽显个性 一方面 墨眉的风姿 与诗人傲暗的形象 愿然至上 另一方面 令人觉得 汉墨之香 与梅花的清香 仿佛托灭而来 从而使诗格 画格 人格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墨眉盛在梅花的高峰亮节 诗人 也借物舒怀 借眉自愈 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和高尚勤操 有意见认为 该题画师 点出创作意图 强调操守志趣 在艺术史上 甚至比墨眉图本身 还要出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